北京第二波疫情發展很快 從本月11日發現第一例病例之後 到目前為止 已經累計確診106例 全市三分一地區採取了封閉式管理 目前北京有9個行政區 是發現了感染病毒的病例 有跡象顯示 實際數字可能比官方公布的高很多 北京市民透露 北京國防大學被封 多家軍隊醫院爆滿 包括武警醫院爆滿封院 北京獨立記者高瑜星期四發推文說 永定路、鐵建、西里、陸建、嘉德公寓、 白朗園、十一院、二院傳封、 721、武警醫院不要去 只是進行核酸排查 高瑜在4月4發的另一個推文和視頻顯示 國防大學2號院因為發現病毒感染者而被封閉 中國衛健委星期二報告說 新增病例40多個 其中北京有27例 新增病例大部分都是和農貿市場新發地有關 全市很多地方的人排起長籠 是接受病毒的檢測 政府要求所有去過這個市場 或者是和去過這個地方的人有過接觸的 都是要接受檢測 在新發地工作的大約9,000人 已經全部接受過檢測 我覺得實際上還是比較希望能夠快一些的平息 這名北京的僱員說 他覺得實際上還是比較希望能夠快些平息 因為每次爆發 可能大家都會非常擔心波及到自己是怎樣做 也會擔心北京會不會封城 現在剛剛是放開一些可以出去旅遊 可以去探親 又爆發了 可能未來半年的計劃都是要取消 所以是希望北京全國甚至國外都能夠平息 沒有病例就是最好的了